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下日嚴嚴,有甚麼解暑方法呢? 之前去過一些禰豆玩,逛街其中之一間就是柴火綠豆沙 當然是煮一碗冷的 當然是和大家煮綠豆沙吹水,等自己降溫 材料,靚陳皮一角 漂亮的綠豆一斤 臭草一小柱,這塊看起來很噁心,像銀包一樣 這塊叫做海帶,還有片糖,兩片 說明綠豆沙當然要出一下綠豆 還未出綠豆之前做紅豆冰,選紅豆,當然選天津,日本的紅豆 選綠豆,我們就要調轉方向,我們就要南下 大家知道粉絲很漂亮嗎?泰國 這塊叫做泰國綠豆,我們選綠豆要選圓潤飽滿,不要太爛 看看乾不乾身 然後,我們第一步,我們倒出來 我們用清水浸一小時 煮綠豆又不同,紅豆 紅豆可以不用浸,綠豆就一定要浸 因為綠豆是外殼的,綠豆比較硬 浸一浸煲就會比較好些 我們先把第一浸水倒進去 清潔一下,然後再洗一轉,然後再浸 洗完第二轉之後,現在開水浸 我們要浸,也要有足夠的水分 還有,我們要看看有沒有爛、浮面等的油 我們選擇綠豆,也要看看是否粒粒和這個顏色 有些綠豆會有一點點染色 綠豆浸浸,然後再炒一下主角 什麼主角呢?臭的東西 臭的東西也有人吃的,還有很多人吃的 如果大家喜歡吃什麼臭的東西,可以在底下留下鹽 再拿一個錢包出來,這隻叫海帶 海帶也有好幾隻品種,給大家看看 有些韓國的海帶,紫菜,有些紫菜拌飯 有些潮州紫菜,我之前做的湯也做過兩三次 這些回來也是第一時間的 混水浸,30分鐘 沉皮、綠豆、臭草、海帶 現在浸了30分鐘 大家都看到,很神奇 之前的小錢包變成這麼大塊 這些海帶也不是很優質的海帶 有些很優質的海帶,比較厚 比較厚 那些用來做涼拌,煮糖水也沒關係 臭草,除了一條醬筋一起洗,會比較乾淨 第一次水倒進去 然後再放水 繼續浸 再看綠豆 綠豆浸到差不多 有些不漂亮的,我們就把它拌起來 然後慢慢拿上來 讓泥塵或不好的食材沉一沉 全部拿起來 後來有少許的,我習慣不要了 這些就全部倒進去 綠豆處理好之後 準備約3公升的清水 倒進去沉皮和水 先煮 然後拿出臭草和海帶 這些臭草主要是洗乾淨的泥塵 臭草的味道我自己相當喜歡 我以前點香薰也點一隻臭草味的香薰 大家有沒有試過 接著我們處理海帶 至於放多少海帶,就視乎你對海帶有多喜歡 這裡的海帶買了幾錢呢? 2元 這麼大條,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捲到一條豬腸粉 一條豬腸粉 現在我們就切 切到一條條絲 這樣很方便 這裡看清楚一點 這樣 這樣 我們就 中間這裡 就 雜一雜 這些 就放在一起煮 一起吃 另外這些大塊的 我們也可以放在一起煮 當然你喜歡吃的 當然是切在一起 我自己很喜歡吃的 海帶 有機會做一些涼拌海帶 和大家吹一下水 我以前公司的同事很喜歡吃這些海帶 他買很多 切海帶就小心一點 因為它始終會有一點黏液 我們就用水浸 備用 三公升的清水煮滾了之後 然後 我們現在 滾水下臭草 然後我們把 600克的綠豆 現在放下去 綠豆和臭草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攪拌一下 其間我們都要保持著大火 讓它煮滾 要煮滾多久呢 要煮滾20分鐘 然後我們收回中火 再煮多它 30至40分鐘 差不多 全程一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但我們要保持著它煮滾 那些臭草放進去之後已經相當之香了 有些網友問 其實我們煮糖水 我們下什麼糖 怎樣取決呢 煮有關豆的糖水 我們就喜歡下片糖 下片糖就會比較香 煮紅豆、綠豆、煮渣炸 那些 如果煮椰汁西米露 那就偏向下冰糖 就比較好 或者木瓜、雪耳糖水、腐竹雞蛋糖水等 加冰糖就會比較適合 滾起之後 我們就保持著一個中火 一定要這樣滾著 滾起這個階段 我們蓋上蓋 煮20分鐘 我們先看看它的模樣 煮綠豆沙和煮粥的原理都差不多 我們一定要明火滾起 這段時間 海帶出場 這些海帶約煮半小時就差不多了 現在就拿去一起煮 如果厚一點的海帶就可以一早下 這些薄薄的 現在放了差不多 蓋上蓋子 繼續煮三十分鐘 現在煮了四十分鐘 大家看到的形態已經 急劇不同了 綠豆已經爆發了 這段時間 我們就放兩片糖 甜度就自己調教了 下了糖之後 攪拌一下 蓋上蓋子 再煮十五分鐘 下了糖再煮十五分鐘 現在我們先看看它的模樣 相當綿滑 好,現在就蓋上去 我們先把果皮和臭草 如果在外面煮的臭草 用鹹水草綁一塊 方便拿 家裡就千萬不要 就這樣煮的臭草 最多是慢慢煮出來 偶爾吃到一口 有臭草 也不錯 這些枝就吃不到 現在就攪拌均勻 只有一碗給大家看 幾粥料 不是綠豆粥,是綠豆沙 以前我們小時候 在大排檔,那些粥檔吃的 叫做海水 就是這些 正不正 如果喜歡吃海帶,可以多加一點 一碗 大家都看到,筆出來 香濃的 放片糖的效果 放冰糖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再加上陳皮,臭草,海帶 臭草綠豆沙 我先吃東西 多謝收睇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我什麼時候都說 在看紅豆冰 雪凍的綠豆沙 好像綠豆雪條 慢慢不離吃 嚴夏天氣 這個就夠燒暑 還看紅豆冰 我什麼時候都說 看片尾 我就慢慢燒暑 跟乾淨 招餓 我什麼時候都說 不怕 我什麼時候都說